《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上个周末 美伊冲突 而因为美国定点除掉了 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 这个冲突全面升级了 我三天前已经第一时间做了一个 算是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吧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 另外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当时做节目就是关于中国国内的反应 还有中共的反应 我都遇见了 我说我要声明苏莱曼尼是联合国确定的恐怖主义分子 我估计中共官媒要开始抹黑美国 说它干涉内政搞谋杀 果然 时间到了星期天 这个颠倒黑白的言论在国内就甚嚣沉上了 还有中共这个外交系统 它的反应也被我说准了 它没有任何勇气去承担对伊朗的这个结盟义务 因为有争议 所以有人要隐瞒真相 戕害不知真相的这个老百姓 所以呢 我就想在这两个方面深入来说一说 对上个星期第一时间我做的这个节目做个补充 此外呢 伊朗开始了所谓的全面报复 那么这些报复形式是怎样的 美国将做怎样的应对 还有就是川普总统他说了 他说我用两万亿美元打造出来的 新的军事科技和武器来对付伊朗 这个呢 我也顺便提一下 是哪些个新的军事科技 不过我还不能说的太透 不然FBI又来敲门了 还说你哪来的信息 我跟他们说 哎呀 冤枉啊 我这信息都是看报纸看来的 的确 其实对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来说 一个公民是比较容易获得更完整更全面的资讯的 就不那么容易被抱有各种立场的媒体去欺骗 就糊弄你 你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的积累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知识结构 积累的也比较充分了 你就能够建立起更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就能够拥有FBI他过来问你说 这绝密的情报哪来的 就会有这种事发生了 好了 咱们就不自我吹嘘了 咱们直入主题 这事要从这个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发表言论说 美国对苏莱曼尼是国家犯罪行动 是国家级的暗杀 国内对美国清除恐怖主义行动很好的 金灿荣说 他们都是智商堪忧 对于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在美国问题研究上的一个专家金教授 对于民众的不同言论 直接定义为别人是智商堪忧 这已经是很不妥了 而且我觉得呢 对公众伤害最深的 应该就是这种所谓的公知的言论 屁股决定大脑嘛 这对于民众的知情全是有害的 你说出来的跟事实差别太大了 对中国当然也是有害的了 当然这个中共的决策机构 比如什么国家战略研究会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 这才是掌握更多的更真实的 更全面资源的机构 他们里面的学者对金灿荣来说 说看这也是当笑话来看 你说金灿荣对于中美贸易战当中说杀手锏 稀土战抛美国国债 哪一个中共用上了 不就在报纸上吹嘛 还煽动着老百姓跟着那个闹热闹的 香港问题上不也是嘛 他说金灿荣说是美国人在后面捣乱 说中共在香港犯的错误是什么 太注重一国两制的两制的建设了 没有重视一国 你听这个言论就知道了 中国那些五毛的言论的源泉 和它那个糟糕的逻辑是从哪来的 所以中共在正经的国家大事的决策上 也用不着金灿荣 那煽动民族情绪 搞一个新时代义和团运动 才让他出来发言 他要是跟我一样是自媒体 我从来不会说他 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编造谎言 我就要出传他 我三年前预料的说 国内的反美言论会围绕的苏莱曼尼 是不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点展开 果然是不出所料 金灿荣又说了 苏莱曼尼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 看来金灿荣是比较了解中共说了 不算算了不说的本质 提前替这个中共外交部洗地了 我会一会在这个节目做完以后 在下面贴上联合国相关的文件和新闻报道的连接 大家可以去直接比对 自己上这个wikipedia也可以查出个七七八八来 在2007年3月份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伊朗制裁协议 大家注意这个措辞一致通过意味着什么 安理会成员国当中中共和俄罗斯都投了赞成票 不然不会一致嘛 那么我又去翻查了中共当年在安理会的表态 它怎么说的我都查到了 它说新决议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伊朗 而是敦促伊朗重返谈判 不应该影响伊朗跟其他国家的正常经济贸易 你说这话多虚伪 这是一个制裁协议 你通过这协议就是要 用经济贸易手段来制裁和实现惩罚的 他说不应该去影响它跟其他国家的贸易 中共没说出来的心里话就是什么呢 第一 伊朗的核技术输出到朝鲜 对中共也形成了威胁 特别是朝鲜从别人那里拿核技术 就不听中共的控制了吧 这一点让中共最恼火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中共严重的依赖伊朗的石油贸易 它不管怎样虚伪吧 中共是跟美国、俄罗斯、英、法、德 共同签署了这份制裁协议的 那么联合国决议别号的这个决议案的为1747号 大家可以去查 决议它的附件就包含了什么金融、贸易、科技、 国际机构核查等具体的执行手段 咱们关键看下面 这个决议的复议里面 复健里面还罗列了伊朗方面的谁来执行核武器 谁来搞这个弹导弹 这些实体和人员的名单 伊朗革命卫队的关键人物中 这个决议里面列的非常清晰 苏莱曼尼赫然在列 根据法广消息 是说法广引用了伊朗的外交网站 称苏莱曼尼兄弟两个都在2007年双双进入 联合国的反恐黑名单 这个消息说苏莱曼尼当年进入联合国黑名单 是因为它多次策划了企图在华盛顿 就是在美国首都去暗杀沙特阿拉伯的驻美国大使 那么他的兄弟为什么也进黑名单呢 是因为他在德黑兰当一个监狱的这个芋头 在那个时候他被指控说是实施了酷刑 这是什么意思 伊朗外交网站公布的意思 就是说伊朗方面 他自己都承认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这个事实 只不过伊朗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 你这个恐怖分子是联合国给定的 是你美国操控的联合国给定义的恐怖分子 你定的恐怖分子就是我们伊朗人民心中的英雄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是没有否认恐怖分子这个事实吧 还有人说说这个联合国决议2016年被废除了 那是什么 那是奥巴马签署了伊朗核协议 但是这个核协议并没有自动关闭联合国决议 正相反 正是因为有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协议 发挥了作用 伊朗才坐下来谈判 苏莱曼尼的恐怖分子的名号 也从来没有拿下来过 美国之所以不收拾它 是因为后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这个更危险更极端 为了消灭伊斯兰国呢 美国做出了让步 就默认了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 去跟逊尼派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 所以放了苏莱曼尼一马 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没有对他动手 但是现在苏莱曼尼策划和指挥 对美军的攻击 对美国大使馆的攻击 你说这还不是恐怖分子吗 还不应该去收拾它吗 金教授自己也说了 其实 金教授自己在视频中说了 伊朗的外围组织苏莱曼尼的忠诚者的反击 是没有底线的 这是他自己的话 什么是没有底线 就是针对西方世界 针对西方平民的攻击 甚至包含了中东地区不同教派的群众 那都是跟你读着一本 一样的可兰经的教终对他们进行攻击 那这还不叫恐怖分子吗 所以金教授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呢 或者你是只想说苏莱曼尼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只不过他的手下都是恐怖分子 是不是这意思 金教授评论不同意见 说别人的不同意见是智商堪忧 我是不担心金教授的智商 我是担心他这样的逻辑和功利主义 会怎样的去伤害老百姓 那么咱们回头看了 伊朗到底会有怎样的报复呢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昨天报道说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升红旗仪式 它那个红旗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红旗还真是一面是个古董呢 是在七世纪末的时候叫做卡尔巴拉战 在那个战争之后收起来了 它象征着什叶派和逊尼派分裂的 那一个关键事件 这是这个清真寺第一次 把这面红旗升起来的象征着报复 清真寺的发言人呢 说祈求圣人马赫迪在线 那么在什叶派的传说中 这个马赫迪他会带来审判日清除世间的邪恶 好嘛 这个昨天这个肯尼亚这些地方 就已经发生了什叶派民兵的袭击事件 川普对这系列的袭击事件是这么回答 他说他用两万亿美元发展的军事科技和新武器 来进行迅速有力的回击 我们看这个凤凰电视台记者叫王冰汝的 他就采访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阿尔塔格斯 在采访中呢 这个王冰汝就质问 阿尔塔格斯说 美国为什么要暗杀苏莱曼尼 美国的行动征求伊拉克的同意了吗 征求美国国会授权了吗 在表面上 这个凤凰台的记者呢 好像只是不了解事情的背景 跟金灿荣一样 或者缺乏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常识 但是这番话呀 却可以读出来中共的深层心计 很多人没有继续往这一层去读 我跟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已经到来的美一战争 这个话题我相信将成为中共的工作重点 和他们试图再次混淆视听的方面 这里面是有这个潜台词的 我们提前把它给兜了出来说说 他说这个暗杀 说这个川普总统下的这个暗杀这个行动呢 这个说法 凤凰记者跟金灿荣观点是一致 回答呢 我们刚才已经回答过了 这是中共在安理会一致认可的恐怖分子 不是什么暗杀 就是公开的清除 如果有什么迷惑这方面 我觉得这个凤凰台记者应该回头去问 中共外交部去印证一下 说你们当年通过这个协议 是不是准备跟中英联合声明一样 把它当成历史文件不算数了呢 那好 现在咱们看这个问题的关键了 第二个问题 伊拉克同意了行动吗 这是一个揪心的问题呀 川普总统下着个决心打掉苏莱曼尼 美国也包括川普总统自己在内考虑的问题 是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是心里很难下决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矛盾点 咱们看为什么 伊拉克战后民主重建是三权分立的 但是这个三权分立跟西方 跟美国三权分立不一样 它是个宗教门派的势力划分 比如说政府 是什么呢 政府是人口多数的实业派来当总理 议会是由逊尼派掌握 总统是由库尔德人来当 但是现在这种平衡机制已经被打破了 议会、实业派的政治联盟已经成为多数党了 逊尼派说话不算数了 所以议会对政府的制约呢 没有了 相反 很多行动上 政府跟议会已经达成了一致 这次空袭发生之后 伊拉克国会立即就提出来了 要取消美伊安全协议 关闭美国大使馆驱逐美军 一句话 请美国人滚蛋了 又呼吁伊拉克和外国民兵组织 组成国际反抗军团 这就要造反了 那当年美军消灭萨达姆时候 满街都是欢庆的实业派群众 萨达姆是逊尼派的嘛 是个少数派 所以呢 多数被欺负欺压的 起来了 觉得很高兴 美军给他们带来了正义和自由 现在他们要什么 要开始驱逐美军了 当然我这话说的不是完全的 也不是全部的实业派群众都这么想的 这么说 这样的 你看哈 实业派的伊朗、伊拉克 这两个国家就可以组成什么联手的政治同盟了 对于美军的军事行动是非常不利的 你站在这里 你要跟伊朗去作战 就发现你解放的伊拉克 已经不再是你的盟友了 所以你看伊朗在空袭事件之后 当时它第一时间 咱们说这个凤凰呆记者的这个潜台词了 伊朗在空袭事件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中共 它是明确伊朗的态度 说我们要报复 但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什么 要冷静 要克制 其实同时的中共就到俄罗斯那边就打 说老大哥了 老大哥是什么态度呀 那边要打起来了 伊朗是你们的地盘呐 俄罗斯是不表态 我的地盘 你一带一路在伊朗开了那么多的油田 修铁路 修港口 你比我牛在那里 你牛 你来吧 中共不敢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要制裁它呀 谁跟伊朗做生意 美国就制裁谁 中共在本土 在中国大陆 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灰头土脸的 中共只能吃 哑巴奎不敢明着支持伊朗 你要支持伊朗 美国跟你说 在全世界抓一百个孟晚舟都能抓得到 对中共的全球布局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那怎么办呢 伊拉克是一个薄弱环节 美国可没有说谁跟伊拉克做生意就惩罚谁呀 那现在政治混乱的伊拉克有个趋势 那就是实业派的国会和政府都取得了优势了 那中共在伊拉克是不是能够趁乱插一脚呢 不光是这么考虑 而且已经这么干了 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暗中帮助伊朗 最新新闻已经爆出来了 今天早些时候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涛 已经会见了伊拉克总理马哈迪 在会面的时候 张涛就说了 中国愿意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 好嘛 你提供军事援助 谁是敌人呢 伊朗肯定不是嘛 伊朗是中共 中共是伊朗几乎唯一的亲人了 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把军事援助 交给伊拉克去打伊朗呢 不可能 交给伊拉克打国内的不同的派别叫做 那更不可能了 是吧 那还是美国和以色列呗 中共记者的问话呀 我们就能读出中共下一步的战略动机 他说伊拉克同意了吗 他是希望伊拉克越乱越好 希望伊拉克跟美国的矛盾越大越好 这样美国在伊拉克越来越难收拾 只要美国的精力放在两亿 放得越多 中共就会越清晰 所以中共决定什么 暗中军援伊拉克 只要武器到了伊拉克 这武器怎么到了伊朗手里 中共是不是不容易被追究了 咱们再解读第三个问题 记者问说 美国国会授权了吗 这又是一个中共想做的文章了 自从越南战争以来 美国国会给美国总统的授权非常大了 后来就有一个叫《战争权力法》呀 多多少少想来限制一下总统的战争权力 说总统什么时候可以决定发动战争呢 比如说美国的领土、财产、军队受到攻击 美国总统就可以发动战争 这次伊朗就是这样的 大使馆相当于美国的在海外的领土嘛 它攻击大使馆就等于美国领土受到攻击了 川普就可以打 那么这个《权力法》规定 就是你总统举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你提前48小时通知国会 那么未经国会授权的战争 必须在60天内结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总统你可以决定先行动 因为军国大事嘛 军事肯定要优先的 那么只是通知一下国会 这是可以理解 要打仗必须要实在的 就这么干 但是呢 国会还是有权力 它是代表着美国人民啊 你总统会不会滥用这个权力呢 美国国会 也说美国人民要反过来制约你 肯定不跟当年毛泽东一样 全国他自己身边所有的同志都反对要打朝鲜战争 他一孤行就能把战争给打下去 就能把一百万的年轻的中国的生命送进去 那美国是这样子的 美国说了 好 我是不同意 你总统只能打60天 再打下去的话 总统就违法了 所以川普呢 这次无论是军事攻击也好 还是对伊朗全面开战一好 它并不需要国会授权 对不对 它只需要知会国会就行了 或者换句话说 美国总统是自动获得宪法给予的 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的 至于战争能不能打下去 才需要国会决定 那么凤凰台的记者 他长期在美国工作 不可能不知道的 他只不过是在这种问话当中呢 再一次把一个似是而非的话题给带出来 用这个话题可以在国内形成一个什么 川普好战 这美国人还是个战争狂人 形成这么一个既定形象 第二个呢 是对美国 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一样 它藏着下一步的动机 下步动机是什么 就是跟美国国内的民主党中 坚决反川普的力量的结盟 在两一问题上 再次给川普政治上的难堪 再次营造川普在美国民众心中 张狂、自我、甚至是独裁者的形象 这过去的两天当中啊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国内的这些谣言和谬传之外呢 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川普说的 刚才咱们也提到 两万亿美元打造先进军事科技 我们注意到伊朗跟伊拉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美国跟伊拉克打了 全面的介入了这个战争 但是跟伊朗呢 有个最大的不同点 伊朗掌握了核武器技术 还有比较多的导弹 美国怎样对待这样的敌手很有意思 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以后可能发生的中美热对战 因为对于中共来说 它手中掌握的核武器 一直是它的一个声称的最大的一个打击力量 而且现在中共也号称 它对美国的打击力量主要的反应的优势 就在于它的中程导弹上 所以我们看一旦美伊发动了全面的热战 我们看美国怎么在这里打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其实中共也在观察 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 中共从来没有想过这仗能这么大呀 从来没有想过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科技 极大的震撼了中共 当年张召忠还说呢 伊拉克人民要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美军 说美军最怕巷战了 结果呢 萨达姆被顺利推翻 说你还停留在中共那个游击战争的思想里面 现在完全不是那个环境了 这次随着美伊冲突的升级吧 我想咱们一定会有机会 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美国军事战略 什么叫做碎片战 碎片战或者叫马赛克战 它包括精确打击这样的 直接消灭对方的军事首领 政治首领这样的一种战斗形式 还有什么呢 几乎是没有提到过的一些战斗形式 用高科技进行组合的一些补丁 打补丁这打一块那打一块 都是用最新的科技进行组合 这就叫碎片战争 用最小的己方的代价 也用最小的对方的民众和士兵的代价 消灭极权统治者的上层建筑 如果说数亿人民被绑架了 这种打击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解救人质打击劫匪的办法 来赢得最后的战争 还有一些还是藏在那些中共认为 已经了解的先进武器后面的秘密 这个埃博拉姆斯坦克是很牛 我们已经了解了 F35很牛 我们也了解了 其实不尽然 很多不被人知的杀伤力藏在这些先进武器后面 美国的很多打击能力其实也是提前有预兆的 就像今天 美国出台了关于地理空间图像软件 关于这个出口控制 今天发布这个通知 已经说明了 而且政府 美国政府已经官员站出来说明 这项控制就是针对中共的军事发展的一个政策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研读一下 这叫落叶之秋吧 你看美国人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政策 为什么要搞这种软件的限制 我们看看美一战争怎么打 看看怎样把对方的核打击能力归零 我卖个关子 今儿咱们节目就做到这了 这次就先驳斥谣言 看穿邪恶的下一步行动 等美国的大招放出来以后 咱们再细说 这个机会有的是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